大家好,我是Panitoy 今天是講Rua的模板快速取用Wikidata 然後 這是簡報的QR Code 今天會講就是 一開始會講為什麼 以及 第二部分就是如何去做取用這部分 為什麼要取用Wikidata 主要它的內容是CCEL授權 就是它可以免費使用 還有可以不用著名原始出處 我們去Google一下CCEL的關鍵字就可以發現 有CCEL素材、CCEL音樂、CCEL圖示、CCEL音樂 就是 財務不好的時候想要免費用一些 有時候就可以去網路上取用這些素材 然後也可以商業使用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 為什麼要重複去使用Wikidata的資料 因為就是說你把一些 事實性的資料給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重工 就不會有人做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個人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最後才發現 其實大家都在做 重複的工作 另外就是 當你把不同來源的資料 整合的時候你就可以減少 就是使用不同語言 的那個語言割合 另外就是 Wikidata它可以 將不同來源的資料 附給整合在一起 最後的話就是 因為當你的資料 是集中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來 發片 資料的錯誤來做修改 來增加它的資料品質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Wiki 就維基百科它使用 Wikidata的一些範例 第一個就是 InfoBus 就是我們剛剛前衛講者 在看那個 以前總統 他的那個頁面的右邊 就會有些基本資料 就是InfoBus 的部分 然後 就是還有地圖跟圖表 第三個就是 他可以維護一個主題的一個清單 然後說 這邊是一個那個 Birthday 就是今天 今天 誰過生日 然後他就可以 使用Wikidata 就不同 明人的 生日的資料 然後把它穿在一起 另外還有看到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他其實是可以去維護一份 那個 古蹟清單 然後 但是有時候那個 維基百科它可能還沒有寫 其實你就可以變成 有點像是 代辦事項的一種 功用 最後像是視覺的話 你就可以從那個 Wikidata去取用一些 一些 視覺圖表 然後 這是InfoBus部分 剛剛我們有提過 就是可以有一些 適時性的資料 然後再 遷入到那個 Wikipedia 然後像那個 這邊有個 台灣的 地理 其實他就可以去取用那個 Wikidata的 上面的一些地理圖表 然後他還有附一個 就是OSM的 那個 關係的代碼 那你可以點過去 就可以頂到那個 OSM的那個 地理圖資 跨站鏈接的話 像 剛剛 前衛會長者有提到 就是 你還可以點左手邊 一個側邊欄 還有一個 引到危機數據的 鏈接 就可以做到一個 跨站鏈接的 功用 那我們要怎麼去 做到這樣的事情呢 就是 MediaWeek它有一個 RULA的模組 其實它就很輕量的 一個 加本語言 就是說 在原本的 比方說 因為MediaWeek它是 PHP引擎 它可以透過這個 RULA的那個 加本語言去 撰寫程式 然後我去做一些 就是使用 在那個 維基百科專案 它使用那個 RULA模組的 使用統計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 WikiData 就是說那個 就是提供那個 WikiData 那個跨站鏈接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ModuleWD 就WikiData的 簡稱 那中文的話比較常用就是 一個 一個WikiBase 另外一個就是WikiData 因為它這個是舊版 它已經被棄用了 它建議大家去使用 導入力還有一個叫做 InfoBusB 這樣子 Ib應該就是 那個InfoBus的簡寫這樣 然後 這邊有附個鏈接 大家可以去 如果想要知道 其他的 Module使用量 好 然後在那個 MediaWiki使用那個 RULA模組的話 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是說 你一開始 你先確定 你已經裝好了這個 這個 這個塗鴉 這個擴充套件 它已經裝好了 然後 你先建立一個叫做 Module 然後ModuleLane ModuleLane可以自己取 然後 你在其他頁面的時候 就梳理下語法 隨時去呼叫 你剛剛建立這個ModuleLane 就是 Invoke 這個固定一定要 然後還有這個ModuleLane 你要呼叫哪一個 哪一個模組 然後 另外一個邊緒就是那個 Function 後面再直接寫其他的參數 我們稍微再回顧一下 一個WikiData的小詞點 就是一開始就是一個 Q的話有點像是那個身分證 就是一個 獨特識別碼 就Q塊頭 然後另外有些Property 就是像國籍啊 神日啊等等 就是P塊頭的 然後一些數字 還有一個 剛剛有提到一個限定符 比方說 生於哪一年 主於哪一年這樣 就是限定符 剛剛前一個強子使用的是限定詞 這個文字 然後我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講那個 就不同模組它使用的方式 然後 Wikibase它是比較簡單一個查詢法的 提供功能 像我們在某一個那個 維基百科 使用那個 Wikibase 然後一槓ID的話 就會顯示 那個頁面所對應的 維基 資料的 頁面的ID 就像說 像我這邊是寫 如果說你在台灣這個頁面去輸入 Invoke 然後Wikibase 然後一槓ID的話就會顯示 台灣這個維基百科頁面對應的 維基資料的那個 ID是什麼 Q225502 接下來其實都是很類似的 就是你在那個 維基百科頁面輸入 比方說我要呼叫Label 呼叫那個標籤的話 就顯示它在 Wikibase 頁面的那個 一個欄位子 像這個是 在英文世界 英文維基百科 以登輝的 條目 你在那裡面 呼叫上面這個 Invoke的話 它會 回傳那個 標籤的欄位子 然後中文化解釋 類似就是一個 Label的欄位子 當然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不見得是 要在那個頁面 有時候你要去呼叫別的 別的entity 那你可能說 就你可能 在不是李登輝的頁面 然後去想要呼叫李前總統 那就是在 原本的Label的後面 再繼續接上 你要呼叫那個entity的ID 它可以是Q 或是P開頭的 就Property開頭 然後Discussion 就類似 這次我們就 我們就跳過啦 好,接下來還 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導入第一 UIL 就是Wikidata UIL的一個 函數的呼叫 當然我那時候 測試的話 就是英文維基百科 可以用 但是中文維基百科 就還沒有資源這樣 其實它是回傳的結果 就是 你連 就是 就是台灣地理嘛 它去 呼叫 WDUIL的函數之後 它就會顯示 台灣這個 Wikidata條目的 電解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Module Wikibase 它有一個Data Type 就是可以回傳那個 屬性的 資料類型 Data Type這樣 就是 比方說這邊 我們顯示 P27 它是回傳的 國籍的 Property 屬性的資料類型 是叫做Wikibase Items 然後這個 Data Type的話 就還滿多種的 就有列一些 比方說圖片 地理 座標 項目 項目屬性 等等的 比較詳細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鏈接 然後我們上面的話 都是有點像是 單一 比較簡單條件的查詢 有時候我們需要多種 條件的查詢的話 就可以去使用那個 WD Module 然後 它在用法上就是 像 Invoke 然後我們在 自己上一個 模組名稱就是 WD 然後 它的Function的話 可以是Property 或是Properties 就是 單數的Property的話 它就是會 幫你回傳 它覺得最好的那個 軟位值給你 那個 那個最好的 我還搞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對 我測試的話 還是還不是很清楚 它的判斷的邏輯 另外一種是Properties 就是複數的話 它就會一次 把你要查詢這個 Entity 或是Property的 所有的屬性 通常會列給你 回傳給你 我們就做一個翻例 就是 比方說我們想要知道 台灣人口多少 所以我們就 一開始就是 就是台灣Q Q Q 這個是台灣那個 那個 然後 人口是 一個屬性 所以這邊是 以P開頭的 編號 然後我們最後就顯示一個 就是我們想要的那個答案 就是台灣人口多少 另外就是 因為這邊也有一個是Properties 另外還有一個是Properties 就是複數的話 我們去查詢就是 台灣記載於那些文獻的話 它就會顯示 多筆子要給你 另外我們就開始 比較複雜的查詢的方式 像比方說我們想要知道 台北市的那個人口數值 他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Properties 那個NormalJR Plus 這是一個預設的一個牌序 他就會回傳給你一個 一個台北市人口的資料 但後來我發現 他其實是2013年資料 但他也不是最新的 所以 就是一個很神秘的演算法在裡面 可是因為我們 想要更 更 需要更多的那個資訊 所以我們會 比方說我們就想知道 多筆的人口數值 那就是把剛剛的Properties 改成Properties 一個複數 然後他就會回傳給你一個 超級多的人口數值 那我們就有點快昏倒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更詳細的 知道是哪一年的人口 所以我們去加上那個 調查日期 就是剛剛 前衛講者有提到那個限定詞 所以限定詞的話 就是在查詢的 函數後面 除了Properties之外 加一個限定詞 所以 就是 Q就是 台北市 那個條目名稱 Q開頭 然後 P屬性的話 是指人口 然後 另外一個 P585的話 就是指那個 日期 這個 這個 屬性 然後他的回傳結果 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一個人口 然後 哪一年的日期 這樣子 哪一年調查的 然後 但是有時候 就是我們進一步的話 想要 再同時加上 那個資料來源 所以就可以在我們那個 Who加的 函數 Properties 然後再加上限定詞 再加上一個Reference 然後 去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他 他回傳結果就是會 變成這樣 就是 人口日期 然後會有一個 就是一個 那個 那叫 附註吧 然後你可以點過去 就是比方說第一筆 他的鏈接是 就是第一筆的那個 資料來源是怎麼樣子 的鏈接 然後就是我們講 剛剛講的就是模組的使用 那接下來就是 比較是伺服器端的環境設置 就是 他使用的MediaWiki的軟體 他是一套軟體 也是一個伺服器的軟體 因為我們要 給不同的人透過網路 網路瀏覽器去使用 然後 其他MediaWiki去支援 維經免體集會的不同的專案 那他同時也是一個自由軟體 那你在 要去使用路軟模組的話 就主要是剛剛有提到 有一個 這個 塗牙 塗牙本的那個模組 然後另外有些編輯器 就是可以讓你那個 程式碼美化 然後 我看一下 因為 這是編輯器 這是程式碼美化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 RUAR 就是如果說你想要 用額外的RUAR的 版本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 你當你去 要去呼叫那個 WikiData之外的話 會需要使用到這個 WikiBase的Client 另外一個模組這樣 然後這些上述模組都是GPL2.0 就是用軟體授權 環境設置的話就是 剛剛 因為你會需要RUAR的環境 然後 PHP的 那個 Program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會 因為安全關係會 把它關起來 然後當然這邊的話 要使用的話 會需要把它開啟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設定那個RUAR的那個 執行權限 這邊就最後一個結論就是 因為 我們為什麼會需要去取用那個 WikiData的資料 就是因為他 將資料集中 然後我們避免充公 然後 我們也可以方便大家去修改 增加資料的品質 另外就是 因為當你把不同資料 整合在一起的話 也可以減少那個語言上隔閡 另外就剛剛我們要怎麼去使用 通過RUAR去取用 WikiData資料的話 像那個 Module.wd 或是一個 WikiData Ib 就是InfoBus的模組 它可以比較支援 複雜的查詢條件 然後比較簡單的 查詢條件的話 就可以用WikiBase這個模組這樣 然後就是到這邊 對 後面就是一些參考資料 跟技術問題的排除這樣 好 謝謝 有沒有什麼提議 時間還蠻多的 所以 有問題 先問一問 就是目前那個NUNA 使用WikiData模板的 使用的那個情況是怎麼樣 就數量級來講 使用模板 因為其實像剛剛有一個 因為 我看一下 剛剛問使用的狀況 其實他剛剛一開始 有一個模板 就是在說那個 看一下 說使用的量嘛 對 像中文維白科上 對 像這邊 我列的就是中文維吉百科 他 最常使用就是WikiBase這個 剛剛就是他比較 支援簡單 查詢條件的那個模組 然後英文維吉百科就是一個 Edit WikiData 然後 第二名比較常用就是那個 WD這個模組 對 覺得在中文維吉百科裡面 可以怎麼樣去利用 這個Lua的模板去擴充 那個條目的那個豐富度 就是看一下 我們來複習一下 剛剛 提到 就是 維吉百科他怎麼去 取用那個 維吉 WikiData的資料 就是 像有些 事實性的資料的話 你可能透過InfoBus去呈現 那你就可以 透過Lua 去取用 WikiData的資料 來呈現你的InfoBus 像 工作上可能會 需要去抓一些 不同電影資料類型的資料嘛 就 導演啊 編劇啊 票房啊 這些都是事實性的資料 然後 有一些在WikiData上 會已經建好了 那其實 你就可以很方便 透過Lua模組 去取用這些資料 那你就不會 很辛苦的去寫 爬從到不同的電網站去抓 就是 就是關於事實性資料的取用嘛 那另外就是 你可能會有一些地理圖表啊 或是視覺化的資料 你可以透過那個 WikiData來使用這樣 對 有有有有有 開放了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要請教 好 謝謝你剛才的那個 介紹 然後 我第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 因為剛才提到 如何在Wiki 呃 Pedia裡面 用WikiData 然後用Lua模板 來 來取那個 WikiData的資料 然後放在Wikipedia上 可是今天如果 我是在WikiData上面 編輯的 的時候 比如說我想要 收入一個Value 那我有辦法去用 在裡面去塞這樣 Lua的 語法在裡面嘛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呃 我們一般 如果是外部的網站 我想要 使用 MediaWiki 鍵的系統的話 呃 可能會想要用 例如像 呃 JavaScript API之類的 那我看到好像 其實也有一個 Lua的API 那 我不知道 呃 講者不知道有沒有經驗說 如果我用 像用Lua做API上面 可能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 呃 在他的實作上面 相較其他語言的 的 實作上 好 謝謝 講台 這個嗎 好 第一個問題是那個 WikiData 可會使用 Lua的 語法 因為 就我個人今天上 是不需要的 因為好像就是 他提供一個現成的編輯介面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比較像是可以輸入文字啊 或者是 數字啊等等 只要再 進入 WikiData的資料庫長 第二個的話就是 呃 其他網站 怎麼去使用 Lua 因為 呃 而果然就是一個測試版 應該是叫做網熱場吧 還有一些文件 其實你直接呼叫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取了 JSON格式的 WikiData 那 至於 我看到其他 就是 比如說 平台基礎架構 會取用 就是主要是 輕量還有 方便的方式啊 那就我覺得 就可能就是 可以要取捨這樣 到底要 使用 透過Lua這個模組 去取 WikiData資料 還是說 你就乾脆自己 自己去寫 自己習慣的語言 然後去呼叫 WikiData API裡面的 JSON這樣 好 二人有問題的嗎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謝謝Panto 為我們帶來的介紹